工作量怎麼增加 工作量增加 同仁有確診嗎 對 我們的確診的人數大概是15位 昨天截止 我們比較擔心的是 民眾收信的時候 是不是會有不確定的感染風險 所以我們從這個禮拜開始 我們確實執行所有的外勤人員 所有外勤人員是每日執行快篩 每日執行快篩 陰性的才準書班投遞 為了確保大家的安全 所以最近的確診數字確實有比較多一點 因為我們是為了要讓大家的安全 那這個郵件的投遞的部分 我們對於時效性的郵件一定是 優先掌握要去做處理 那至於有一些比較沒有時效性的 我們是情況可能會在週六的時候 加派人力來投遞 以確保民眾收信的權利 大哥 工作量怎麼增加 工作量增加 工作量增加 對 那個同仁有的確怎麼 對 我們每一個人 是在執行前先做快篩 像人說投遞的人走夠嗎 不足的話怎麼辦 現在目前為止是還可以 因為有一些已經隔離了一段時間 下個禮拜預計就會出來了 就會陸續解隔離 因為我們的外勤同仁 他們身處在這個不特地的地方 他們有的時候會到外面去用餐 那可能都有一些跟確診者足跡重疊的 那他們就自己就是很擔心去快篩 暫居快篩 結果就發現說有一些 在週六日的時候發現有一些 那為了確保安全 我們從禮拜一開始 就是執行前快篩這個動作 讓這個疫情不至於再擴散 通告 部分是一會錯的 選他們的假日 今年的時代